地狱戏邓恩西长乐曲可以说是今年暑期到终于有能看的古偶了 长乐曲开启一曲暑期古装曲 近年来暑期档是很多电视剧的黄金期 许多好剧都在这个时候驰骋电视音频 给我们这段无聊的时光带来宝贵的文化消遣 本周六湖南卫视和芒果TV联合播出的古装剧长乐曲正式开播 这也是今年最后一部登陆暑期档的古装剧 长乐曲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 由定义戏和邓恩西领先主演 据说拍摄时间下足了功夫 拍得很花里胡哨 许多网友之前都对今年古装质量不抱希望 甚至直接说破阶 不过手机开播后我们演专门 发现它还挺有范儿 比之前那些弱级PK赛好多了 手机采用速战速决方式 把主线剧情一口气带出来 从演武场决斗到侦破杀人案 再到男女主初遇 每个环节都铺点的明明白白 节奏紧凑 主人公个个性格分明 尤其是萨爽内敛的丁玉西 与帅直聪明的邓恩西 想得一张 亲和度很高 值得一提的是 长乐曲收视报表达0.6 在同时段引起广方关注 这表明只要水平担当 良心出品 还是很有市场地 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 只要细节处理得到 柔塑造真实 往往就能迎刃有余 让观众为之动容 长乐曲把握了一个成功古装剧的法则 快而不幸福 细而不烂 人与人之 Between的呈现 可以说让许多粉丝 找到了一段暑假惊喜 相信随着剧情的深入 它必将成为这次 暑期收视曲的翘楚 或许在一片古装废墟中 长乐曲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微弱的希望 随着长乐曲的热播 其收视成绩也不断刷新新高 在第三集时 收视率在同时段首次突破0.8 人气直线飙升 观众的这份热情与制作方 和主创们夏品格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在人物塑造与剧情安排上 长乐曲卓意对细节进行还原 将镜头语言运用得宜 用细腻的表现手法 还原了那个年代的人与世 而且由于丁玉希和邓恩希主演 真的好绝 邓恩希灵气师祖酷似蒋梦杰 丁玉希饰演沈渡 美江惨BK元素拉玛 女主聪明不惹事 与冷脸BK和元气少女属性百搭 长乐曲主演阵容及角色特点 丁玉希在剧中饰演的沈渡 是一位表面看似无情 实则内心复杂多变的角色 作为一位叛臣之子 她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历史 外界普遍认为是她逼死了自己的母亲 但实际上她一直在暗中布局 企图为自己和家族洗刷冤屈 丁玉希通过细腻的演技 成功地将这一角色的美强惨特质 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在心疼的同时又心生敬佩 邓恩希所饰演的女主角聪明伶俐 虽然外表看起来有些冷酷 但她从不畏惧任何挑战 与沈渡之间的互动充满了火花 无论是冷俊的表情 还是充满活力的样子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表演让这个角色更加生动有趣 也增加了观众对剧情发展的期待感 毛子俊饰演的男二号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 她的形象兼具帅气和神秘莫测的特质 这种反派的魅力 让很多观众为之着迷 毛子俊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角色的复杂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既爱又恨 萧燕在剧中与毛子俊饰演的角色之间 形成了所谓的强制爱关系 这种小白兔与大灰狼的设定 成为了剧中的亮点之一 萧燕通过自然的表演 将角色的纯真与坚韧 展现的恰到好处 使这个角色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中 显得尤为真实 除了主角们精彩的表现 长乐趣的配角阵容 同样星光异议 每一位演员都为自己的角色赋予了生命力 毛玲玲饰演的永安长公主 以其华丽的造型和高贵的气质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她在剧中的每一次出场都充满了气场 举手投足间 无不流露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尊贵 毛玲玲的精湛演技 使得这个角色不仅外表美丽 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 令人猜测这位公主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质的故事 剧中太皇太后的角色 由彭小冉和何赛飞分别饰演 年轻版和老年版 两位演员的表演都非常到位 尤其是何赛飞的出现 这个角色增添了几分沧桑感和智慧 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 彭小冉的年轻版本 则为观众展示了角色年轻时的风采 两大人的对比 让角色的历史深度 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轩露 宋芳元和张凯莹三位女配角 在剧中各有特色 无论是轩露的温婉可人 宋芳元的活泼可爱 还是张凯莹的清新脱俗 都为整部剧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她们的出色表演 让观众看到了更多不同的女性形象 丰富了剧情层次 《长乐曲》的成功并非偶然 她汇集了优秀的剧本 精湛的演技 以及精美的制作与一体 从主演到配角 每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让人眼前一亮 丁宇熙和邓恩熙之间的 化学反应强烈 而毛子俊和萧燕的狼兔CP 更是让不少观众为之倾倒 加上毛玲玲和赛飞等 资深演员的加持 使得这部剧 从众多暑期档作品中脱颖而出 成为当之无愧的首饰冠军 《长乐曲》 《暑期档黑马》的幕后故事 《长乐曲》之所以能够成为 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离不开主创团队的精心打磨 导演和编剧 深入挖掘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力求在景色的剧情中 展现出丰富的人物性格 比如丁宇熙饰演的沈杜 表面上是冷漠无情的 但随着剧情的推进 观众会逐渐发现 她内心的柔软之处 以及她为了复仇 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这样的设计 让沈杜这个角色更加立体 也使得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同情她 除了角色本身的吸引力之外 角色之间的化学反应 也是本剧的一大看点 丁宇熙与邓恩西之间的互动 充满了张力 两人在剧中既是合作伙伴 又是情感上的对手 她们的每一次对戏 都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火花 这对于两位演员出色的演技 和默契的配合 邓恩西所饰演的女主角 聪明机智 面对困难时总能冷静应对 这种特质与沈杜的冷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为两人的关系 增添了更多可能性 除了主角之外 长乐曲的配角阵容也十分抢眼 毛子俊饰演的反派角色 不仅外表帅气 内心还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在剧中的每一次出场 都能引起观众的关注 让人既恨又爱 萧燕饰演的角色 与毛子俊之间 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 两人之间的互动 既有甜蜜 也有矛盾 为剧情增添了不少看点 毛玲玲饰演的永安长公主 是剧中的重要角色之一 她不仅外貌出众 而且性格坚韧 每次出场都能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 薛露 宋芳元和张凯莹等女配角 也各自贡献了精彩的表演 使得整部剧更加丰富多彩 长乐曲在服装道具和场景设计上 也下了很大功夫 服装设计师为每位演员 量身定制了符合角色身份和性格的服饰 每一套服装都透露着古风之美 场景布置方面 剧组精心挑选了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拍摄地点 如宫殿 园林等 这些场景不仅美观大气 也为剧情增色不少 此外 剧中的音乐也是一大亮点 主题曲和背景音乐都非常契合剧情 增强了关剧体验 最后 长乐曲凭借其精彩的剧情 精湛的演技和高质量的制作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无论是主角们的身心演绎 还是配角们的精彩表现 都让这部剧成为了暑期当中 最值得一看的作品之一 它不仅是一部古装爱情剧 更是一部讲述成长 复仇与救赎的故事 带给观众无限感动 在这个夏天 长乐曲无疑是大家不可错过的好剧 你用来的试剧 感谢观看